欧南远珍珠院私人公寓向市区重建局申请保留建筑并加建大楼 居民今天召开特别大会 以争取所有居民和业主同意 如果申请获得批准 这将成为本地首个受保留的高楼私宅项目 来看记者李嘉宜的报道 拥有马蹄外观的这栋38层楼高的私人公寓建于1976年 拥有280个住宅单位和8个商业单位 公寓地气是99年 目前剩下不到60年 由于珍珠院有不错的地理位置 靠近欧南远地铁站并位于半山腰 居民希望保留建筑 延长地气并加建大楼 不过需得到居民百分百的同意 市区重建局才会考虑申请 因为我们集体出售了三次 都找不到买主 有一些维修的问题 需要一笔资金来维修 就是说去申请额外的GFA发展商的资金可以进来 让我们翻新整个大楼 然后可以建新的27层楼的配套楼 我们还可以延长它的屋器 房地产分析师表示 申请一旦通过 预计将带动其他黄金地段99年地气的早期住宅 也采取类似行动 不过要重新发展也有不少挑战 旧的建筑屋有没有一些还没使用到的这个容积 其他的因素 比如说如果是他们要重建的话呢 是谁来负担费用 第二呢 付给政府development charge的数额是多少 另外如果是他们是99年的地气呢 如果又要再延长这个地气的话 又要再付给政府要多少的费用 约四成的居民出席了大会投票 事件局给予的期限是10月30号 如果申请或批准 当局将提供15%的额外建筑面积 用作发展140个住宅单位 预计市价打1亿元 和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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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赛呼吩%&欢迎接收业